下面讲一下如何测试 拔染墨水 我们这里摇摇一点 我们用棉签沾一点 然后找一块你要测试的布 我们涂在这个布上面 把它全部涂湿 涂一点点就行了 如果怕它那个再涂一次 还是在同样的位置涂一点 然后呢 把压烫机温度 把温度调到180度 时间调到三分钟 把它放上去 测试的时候不要在那个 有拧口啊 袖口啊 不平的位置 要在平整的位置测试 好 温度到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压下去 时间到了以后呢 我们能看一看 这里就变色了 它其实呢就是说它这个不是很白 它是带点黄黄色的那种白 它会黄一点 对 对 谢谢观看